受到疫情的影响,部分民众的收入受到冲击 没有了收入三餐都成问题 对此花莲民间发起了捐赠爱心带餐的活动 有困难的民众可以提供免费的餐点 花莲县佛也邀请辖区内的餐饮业者一起来响应 这座餐店里工作人员正忙着准备各种菜色 在疫情影响现在大家买便当的价格也普遍下降 担心一些失业没有收入的人该怎么办 就有民间医疗公司和自助餐业者发起了捐赠爱心带餐 因为这次受到影响的朋友 其实他们平常都是每天都很既来为了生活在打拼 他们比任何人都比较为了家里还有孩子在打拼 我想说他们比这次的影响他们真的很需要这些东西 我想说简单就是大家都需要来提 自助餐业者表示 有需要的民众是可以直接到店内与柜台小姐说一声 自助餐业者就会提供爱心餐 需要的民众可以到我们店内直接到柜台跟柜台的小学生讲说他需要上例的便当 那我们就会提供他这个爱心餐 那一个大概差不多在70块钱 那一共的份数的话上例提供50个 那我们这边自己再加码50个 所以共有100个便当可以给这有需要的民众来领取 爱心带餐感动了不少民众也想捐赠 但基于物资不要集中 店家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偏向需求 县政府也号召大家一起加入 县政府表示即将要进入暑假 原本营养午餐照顾弱势学童的这部分也将会加入爱心食堂行列 偏远地区尤其原住民部落失业问题更严重 继续爱心餐饮业者一起加入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